我到昨天晚上我才覺得 我還是有些東西可以值得講 那至於要怎麼講我就覺得很好玩 那我就來想個話題這樣子 會有的靈感是因為 就是之前看到有人可以關於 那個關於媒體壟斷的事情 對不對 然後我就想一下 那我就是之前有些 有個話題跟我朋友討論不出來 到底是結構到底是怎麼樣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 正因一場事變之旅的本書 沒有人看 對對對 大家有些人看過 但是我就想要用沙德爾的方式想說 就是討論個問題 然後讓大家來討論 然後看是不是大家的想法是什麼 會有什麼結果 然後我說我沒有主持過這種方式 那好不好我不知道對不對 那就是可以試看看 那這個基本上話題是這樣 就是關於媒體壟斷不壟斷這樣子 OK 那就是現在有兩個選項 就是第一個是我們 我們就是持續現在 希望媒體 擺媒體壟斷希望的是媒體多元化 這是第一個選項 就是媒體多元 那第二個選項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就是說 公司的新聞把媒體壟斷 公司新聞把媒體壟斷 就是所有新聞都沒有了 只剩公司新聞 好 那現在我們會想要是 第一個是持續多元媒體壟斷 多元媒體的舉手這樣子 還是大多數們對不對 那想到就是會支持公司媒體壟斷的舉手這樣 支持公司總共產業的舉手 支持公司總共產業的舉手 各位支持公司總共產業的舉手 好 那就是先由你開始了 就是說 你為什麼會第一次選項 為什麼你會覺得就是還是持續 那個多元媒體這樣 因為我覺得 身為一個商學院的學生 我本來要相信那個市場 市場競爭其實還是 總有一天會就是出現一個 對大家想要看的真正好的媒體 去把那一開始的媒體擠下來 所以你認為 呃 所以你認為就是人員 就是人民有辦法就是自行 這樣子 你覺得現在就是媒體裡的 人民媒體的素養 在多元媒體的狀況下 不會繼續誤演下去 因為感覺像那個不滿情緒 還是刷到很慢 還是要把罵尼巴在累積當中 對 對 那至於說就是 基本上你是為了什麼好 就是說你媒體很多元 是不是為了什麼這樣 是我有出現一個就是說 真正好 真正好些 不會說太 太正統吧 就是太正統說 太慣強的媒體 那你覺得就是現在的媒體 怎麼樣 除了公司以外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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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完全沒有用的東西 對 那我再問各位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 就我們自己來講 什麼是 新聞是 可能我們比較少看 我們的父母 你們會不會發現 他們以前是少花三個小時在看一些 或者是認真 對 對不對 大家有同意嗎 OK 看 可以 因為我是別人的父母 孩子可能跟你們也差不多 有一個是大一組的 但是 我這樣講啊 就是說 在現在的一個新聞裡面 我覺得要有一個 另外一個媒體出來去做一個平衡 但是我們不應該去限制其他媒體的發展 但是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媒體出來 當作一個平衡的媒體 就是說這個媒體它必須要有公報出 真正的一個新聞 然後要有一個深入的報導 跟那些東西 那我是覺得說 台灣還是有這些好的媒體 天下來 遠見這些 那都是有一個深入的報導 只是我比較少在看而已 那 身為 身為你們這一代的父母親來說 實際上我是沒有在看新聞的啦 所以這樣講 因為我在一個內套 我實際上我也生活在網路上 我只看網路新聞 所以說 我是一類啦 那我大概這邊再講一下 就是說 因為這媒體裡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注重 就是共犯結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是共犯結構大概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 今天到底是 今天到底是我們的媒體亂象先出來 那導致我們人民迷惑上這個新聞 就是每天得看 你不知道為什麼要看 就是覺得好好看 到底是新聞先出來還是媒體 人民先出來 那先不討論這個粉絲的問題 就是說 他們兩個已經是互相的人嘛 你到底誰要先退出啊 我先不看新聞 新聞自然自然就不會有收視率 還是自然會關收掉 還是他們要先把新聞做好 這就是一個共犯結構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 那我就會想說 那媒體壟斷 壟斷不壟斷 真的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多元媒體 會讓我們現在的 父母他們所看到的這些東西 他們會不會不看了嗎 就是這樣子嘛 這應該是會繼續惡性循環下去 對不對 那我又會想到另外一個問題 然後說 那現在台灣大部分 大部分在看這些新聞 都是我們 不會是我們 那 又是誰在持有這些投票權 又是誰會去投票的 可能也是我們的父母 那又是誰來掌握我們的國家 就是這些我們能父母投出來的人 來掌握我們的國家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邏輯一直下去 那就是到底多元媒體 你們支持在什麼地方 就是漢克人有一點發表意見 我有一個想法 我覺得你剛剛的問句 我覺得本身就有點怪 你第一個是說支持媒體壟斷 就是媒體多元 第二個是支持公式的壟斷媒體嘛 兩個 我覺得應該是還有很多答案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答案本身就是多元 不代表 因為我覺得現在問題就是現在 你把問題 你把答案設定為A或B 可是這樣答案可能有C 就剛剛凱傑他這樣講的C 叫市場機制 或許還有D跟E 所以我覺得如果 爭取在這兩個裡面 就會像你剛剛的狀況下 可能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本來就會有C 因為C也是一個答案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剛剛的 可能問題會比較狹隘 所以會衍生出你剛剛那個 狹隘的想法 就是共犯結構之類的 對 對 這就是我們對A的看法 就是共犯結構的問題這樣 那就是說 那就是B B什麼不好這樣好 不然我們就來討論 就是B 公司沒內容斷的話 就是什麼地方不好 好 好 我要再講 其實我記得在看公司 然後我也知道其實算是台灣目前媒體的業界良心 可以這麼講 對 可是我還是不支持公司壟斷 是因為我覺得 也有句話叫做權力使人腐敗 我覺得如果今天真的 他就算是一個好媒體 他今天只要得到權力 他擴大 他終於會腐敗 但是我對公司他的看法 所以即使他再怎麼好 我都不喜歡他變成大 但是我自己也看到 所以就是 就是討論出來 就是 可能大家還是 就是希望是繼續多有媒體嘛 對不對 我覺得多有媒體跟公司壟斷 不一定代表就是 不從 就 就 公司還是一直扭啊 然後 對 所以我之前就會一直來想 他是 到底是 媒體壟斷或不壟斷 好像 不是解決媒體素養最根本的精神 OK 我覺得就是 出社會工作後 你會發現啊 不管在什麼地方 就是 都會有好跟不好的事情 就是 他沒有一個人 就是你一定要怎麼做 他常會就是平衡的 因為 比如說你讓某個東西運動不斷之後 因為 可能參加的這個人數少了 他就會固定 他就會講 就不會再流動 所以 就會一段有新的刺激出來 才會就是 持續的進步這樣 對 像台灣 我們現在可能就是在一個 循環當中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現在台灣好像感覺起來 沒那麼好 可是其實 像歐洲各國啊 他們 也有 也有到這種地步 或就是 他們也有不好的時候 然後在進步到好的時段 只是我覺得就是 因為可能要靠我們 我們年輕人慢慢的 就是 在成長中去替換掉某些東西 然後 有更新的創意出來 就是 這樣我們才能在進步 就是我們覺得 好 來 我是電眼怪盜 我大概就做了 比如說 我之所以會想要丟這一點 是我覺得 大家可以同時來思考一件事情 大家同時思考出來的事情 一定沒有對或錯 那你會 你 就是想過 你繼續思考過 那我就覺得 一件事情一定是多變相 就是 我也不會說對 什麼錯 但如果你平常就是 三不五十在想這些東西 我覺得 社會會變得更美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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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